現在柯文哲 柯小草 割到了最後一秒鐘 你說那個 那個不重要 現在柯文哲 絕對不是看到這個東西 那個是他一個幌子 好像我的錢真的從小草來的 你說真正的錢 那才是關鍵 當然嘛 你算陳佩琪 現在口中講那幾個案子 他買買的花的錢要花多少錢 隨便算一算 手指一掐四五億耶 那來到這個底氣去 那小草錢 加錢沒有 差不多就這個 還有開銷 所以絕對不是來自於小草的錢 所以你說小草的錢是個幌子 好像我割小草很難看 至少我這個小草對得上 這個是乾淨的錢 他要掩飾什麼 張錢嘛 真的假的 當然是張錢嘛 張錢最可怕嘛 那張錢就是小平講的 他從第二屆開始的時候 所經營出來的張錢 現在所謂的三大案嘛 那些錢看起來 也是現金入袋了嘛 對 不然拿那麼囂張 拿那麼大的底氣 所以我最近跟一個 我的一個好朋友 一個精神科的教授在聊 在談柯文哲的整個精神狀態 他跟我講一個 我問一個問題 大家都談一個問題 錯的答錯的問題 命題錯誤 說柯文哲什麼時候變了 我跟你講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變 他沒有變過 他沒有變過 他環境變了 環境變了 他從一個台大醫生的時候 就是一個台大醫生 那個時候他練金鋼精 叫做我們金鋼精 有心肌 有六毒嘛 貪嗔痴慢吟邪見 這些都不能有 他那時候像個佛教徒 虔誠的佛教徒 一點都沒有問題 第一屆的時候他打知名度 也沒有問題 因為蔡布魯在旁邊 警戒慎恐懼 第二屆的時候知道 他的本性出來了嘛 這個時候他的貪念出來了 他的稱念出來了 他的慾望出來了 通通出來大解放 你知道嗎 所以人沒有變 原來柯文哲就有黑暗的一部分 等到時間到了 他發作了 就到第二任大發作 大發作就大發財 大發財你知道嗎 柯文哲的本性 他媽媽教育他做個好孩子的時候 是對的 他媽媽看到的柯文哲 通通是對著 但是他不知道 柯文哲跟他太太的幾十年 隱藏人隱的最後 那個貪戀就是在第二任 所以他又找到黃珊珊進來 這跟黃珊珊有什麼關係 他需要 黃珊珊過來 然後蔡布魯下李文中進來 就改變了 他需要工具人嘛 他需要有一個機制幫他處理 他需要幫他搞錢的 專業人物嘛 搞錢本事大得很 真的假的 當然啦 你看柯文哲心臟多強 他四月份 他跑到台北紀念署告我 妨礙名譽 做妨礙 因為我說要貪污嘛 四月份他為什麼要告我 為什麼 四月份如果貪污成立的話 他四月份就破局了你知道嗎 但那個立法院買不下去 對 他的八起要混的時候 關鍵就在這個第一個會期嘛 結果四月份他跑去告我 他想要告我來封口 有沒有用 有用 因為我罵他貪污之後 媒體就不跟了嘛 就變成聲音就打不出來了嘛 現在 一百個人罵他貪污 對 他無所謂 他跟你用真面目面對 心臟強得很 所以他現在破罐破采 所以陳佩琪知不知道 他今天寫的這個東西 會引發重怒 他知不知道說他這樣子 他的政治證明就沒了 你說他們已經不在乎了 他不是不在乎 他根本從頭到尾就沒有在乎過 他從頭到尾 他那個心理準備 他心理的素質是非常健全的 他知道一定會出事嘛 他在去年的年中的時候 他就知道 如果他選輸的話 他會被欣喜嘛 他跟他接受 這個蔡碧如的專訪的時候講過 如果我選輸的話 我將來可能很慘 對 他知道要很慘耶 可是還要拚 還敢囉 拚一次 一無反顧拚一次 不是還敢 一無反顧拚一次 反正就破罐破摔 而且我們談的這些小草事情 會不會做的 不會 一天都不會做的 所以我跟你講安得很 他不在乎這個事情 三大案會做的 這個事情罰款了事 大家罵了半天 每天在談做假仗 所以今天陳佩琪才敢這樣講 你說我買一點而已 我才不是買一點而已 我不是有一點而已的豪宅 我還看了很多房子 我不但看了很多的房子 我連辦公室 連小宅我都看 他吃定你了 他吃定了台灣政府 他吃定了台北地檢署 我跟你講你查不到我的金流嘛 你查不到我的金流 老娘就沒有貪污嘛 錢在我口袋 他錢已經藏好了 才敢大聲講這個話 錢沒藏好誰敢講 而且他講白了 這種政治現金就終於打黃蓋 一個願打 一個願哀 寶傑 你要知道 他今天如果坐牢 他的生命 他已經生名囊籍了嘛 他又是一個有錢人 然後官司司法要追殺他 他又身懷巨款 你知道他會變什麼人物嗎 變什麼 黑白兩道道追殺他 你以為他沒事 這麼嚴重嗎 這個皮膚無罪 懷畢其中 你的錢是A來的 我黑道不找你黑錢找誰啊 所以他為什麼敢那麼囂張 他知道你弄不了我嘛 可是他是個土包子 他台大醫生你知道嗎 他人無遠慮 必有盡憂 像我們這種人都看得很遠 看十年 二十年以後的事情 你要搞實在只看他白道 他沒想到還有黑道 我跟你講 柯文哲 在他坐牢的時候 黑道每天跟他要錢 對 因為他身懷巨款 他有豪宅 他會慘的 雨萱 剛才講的 柯文哲現在已經義無反顧 他已經歪掉 死豬不怕滾水 你知道嗎 他已經沒有未來的嗎 剛剛講的 他是用賭博的心態 來拚這次總統選舉 然後他發現 這個賭桌他已經做不下去了 賭桌做不下去 他唯一做什麼 把桌上的籌碼 捐滴不息的 全部收到口袋裡了 不是 寶蘭哥 我跟你講 柯文哲從一開始 他就沒有打算選贏 這個概念其實大家都理解了 他一開始就是要撈錢 但我覺得現在真正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陳佩琪敢 堂而黃之光天化日之下 直接跟大家承認說 我就是要買房子 我就是要花巨款 我們看都算過了 都五億元 那有一個很核心的概念 今天詐騙集團 包括我們舉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郭哲民那時候 是不是逃亡到海外 然後他說地下會對說 兩三百億 但最後為什麼他莫名其妙間 自己把自己給搞回來了 而且他回來的時候 你就看到他穿什麼 全身名牌 全身名牌 爬哩爬哩 鞋還是聯名款限量款 因為理由很簡單 我錢搞定了 他認為他錢搞定了 就是說今天 今天陳佩琪 柯文之類 我跟各位講 他們只有在把錢 確定的狀況之下 才敢這麼囂張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搞定的方法有很多種 就比如說我今天錢 埋在水池裡面 這一種 他覺得這樣安全 另外一種 比如說我今天把現金 我把錢真的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比如說虛擬貨幣 加密貨幣 那你追蹤不到 你的意思是說 我再湊沒有關係 反正這個錢已經落袋為安了 你拿不回去 只要你拿不回去 我爛命一條 你能拿我怎樣 對 他只有在 各位 你不要誤會 不是說什麼 今天東窗事發 或者是怎麼樣 他們才會做到這種終極手段 就說對啊 老娘就是愛看房子 我就有錢 1.2億我看不上眼 不是喔 他還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我錢真的藏起來了 那藏起來有很多種 保留哥 藏起來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 我藏起來但你挖得出來 但我請問一下 如果我藏起來 你要不回來 這不就是詐騙集團 最重要的目標嗎 為什麼今天詐騙集團這麼可惡 就我把你錢騙來了對不對 我東西吸一吸 然後回到海外去 你抓都抓不到我 你抓到我的人 你抓不到我的錢 對嘛 你抓不到我的錢 你就沒有犯罪所得 沒有犯罪證據 就算你招到我的犯罪所得 犯罪證據 但你拗不回來 我今天如果把它全部 變成是金藥了 虛擬貨幣了 反正我就藏在某個地方 對不對 你找到我 你拿我沒皮條 所以他才敢躺著皇子說 對啊 我就是要看豪宅 我就是要花錢 不然你拿我怎麼辦 這是柯文現在的命題 所以你從這個觀點來看 你會了解他一個概念 柯文哲也好 陳貝琦 這沒有要玩了 沒有要玩了 結果阿伯就沒有 捲不見了 你能拿我怎麼辦 打我啊 笨蛋 打我啊 笨蛋 其實陳貝琦現在在嗆讀 是這樣子嘛 所以對於柯文哲而言 對陳貝琦 反正我該撈的都撈了 我該騙的都騙了 你覺得他現在會害怕嗎 他根本不害怕 我跟你講 就算你現在說成千上萬的小草 比如說有小草對不對 他就拿了他的單據 阿伯五百塊還我 你知道柯文哲會幹嘛嗎 面不改是 你自己笨 他這種話我跟保證他都敢講得出來 他現在已經沒有把自己 當作一個政治人物 他現在是一個成功經商成功 經商成功 經商成功 詐騙成功 而且入袋為安的投資客 好 所以回程 這已經要幫我們解讀了 陳貝琦的心理狀態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其實我覺得 他們這樣子應該不只是他 就是包括整個民眾 其實現在都是亡命之徒的心態 反正我的目的已經得到了 那現在情量我錢也都償好了 所以最重要的結論是 不然 那你要怎麼樣 不然 不然 你是要怎麼樣 那你要說 你要人好 我們阿伯去訪問 錢沒有 要錢沒有 所以他現在 可是你陳貝琦也不用這樣子 帶這麼囂張的 人家你光去處理一點而已 就已經沒完沒了了 你還先給人家看說 不是只有一點而已 包括辦公室 包括小災 我兒子喜歡什麼 我都可以買給他 不是 那如果我這樣子低調一點 難道我就可以這樣子 把整個這一輩子 一直低調下去嗎 不可能啊 那反正好了 不然就知道了 到最後前也是 你只要 不要抱 你聽說我不能一輩子都 緊衣也行 對 我這個緊衣總要穿出來的 我伸頭一刀 縮頭一刀 這個時刻就是我逃過心 撩過的時刻了 對 那我現在反正既然是這樣 那我就破罐破甩 不然就這樣 我辛苦了那麼久 不是 就是要等一下嘛 現在就是 所以我跟妳說 不是一斤 兩斤是整條街 我都看啦 不然是我們怎樣 所以我講完這個東西 我再怎麼花錢 你也管不了我了 是啊 又不然 講法律 有人要負責 不知道誰是要負責 反正不是我陳佩琦 也不會是我兒子 那講一些其他比較難聽一點 你想說那社會觀感 社會觀感關我什麼事 是你們看我不舒服 又不是我自己看我不舒服 我豪宅住得可舒服了 人可以這麼皮嗎 不然呢 對不對 不然你能拿我怎麼樣 而且不只是他 你不覺得整個民眾黨 現在全部都這樣嗎 大家跟你講說你跟莫可關係 講到現在誰能告訴我 莫可跟他們有什麼關係 沒有人要告訴你 你不知道這樣又怎樣 沒有人管你 誰要管你 就沒有人管你要幹嘛 反正我們民眾黨就是這樣 人肉減減 你是怎樣 現在外傳柯文哲 好像就說人家覺得 那個黃珊珊是不是應該辭 黃珊珊我幹嘛要辭 整個黨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拿你整個台灣社會 拿他們沒辦法 不然你能怎麼樣 沒有辦法怎麼樣 但是現在情況是 就看司法能他們怎麼樣 第一個 黃珊珊 高鴻哀 現在已經一個七年四個月 連論文的這個相關 衍生出所謂的誣告罪 台灣要被派誣告罪成罪的 拿著燈籠找還不一定得找得到 除了司法之外 想一想 還真的拿他們的辦法 我們看到民眾黨覺得 你說在荒腔走拜 你說不對 黃珊珊是狠角色 黃珊珊好可愛 我們黨團是24年前你知道嗎 我們黨團 那時候 長大以後變得好壞 我覺得 真的假的 是… 真的 他我覺得民眾黨不用 鬼月不用拜拜 鬼都怕他們 而且黃珊珊 三步是丟出來 還在搞阿伯 916萬這個你為什麼不處理 不好好處理 人家那個帶到找你 我不處理一定是阿伯要坐牢 你為什麼不處理 她可能真的希望 兩個女人都希望阿伯去坐牢 我猜啦 這第一個 你說陳貝奇叫她怎麼樣 緊一夜行 這不可能 陳貝奇阿伎 不是阿姨 吃鐵龍運公傘 你叫我忍著 她不是陳貝奇 陳貝奇生肖煮螃蟹 狠的種 所以這個黨很簡單 這個黨都知道了 沒有未來了 她只在乎兩件事 阿伯坐牢也不重要 第一件事情是我豪宅入袋了 我的生活 第二個就是 還有每年一五的補助款 這個大家阿伯碰不到了 可能就是雙黃在處理 誰接手 對 然後第三幹嘛 第三就是我三年 兩年條款沒有了 一定做到滿 做好做滿 最後北風北如果撈到的話就好了 雙黃 明年還有5% 一男一女 排名第一名黃莎莎 第二名黃國昌 就這樣子吧 2028 這個黨就是這樣子 蓋棺論定了啦 真的啦 那些阿伯沒有了 沒有 阿伯 這實戰坐牢的沒有了啦 真的